商品分类以及详情页这一部分的 技术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么呢关于这一部分的业务功能呢 我就不再详细的去回顾了 大家呢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以及呢 去看一下相关的一些代码 那么在圆码里面呢我们都提供了 那就这一块的技术呢我们来回顾一下 第一个呢就是Search and Paging Result 那在这块呢我们 详细的看到了在 网站这一块我们是 怎么去 处理这个分页查询的这样的一些功能 包括呢对于分页结果的返回 那同时呢 我们也通过阅量的方式呢 去呢控制每页显示12条24条还是36条 这样一个整体的功能 那在Paging Result这块呢我们也去 看了一下它的内部的实现 那 可以这么说就是Paging Result 这个呢是一类吧 处理分页的一种查询的结果返回的方式 那 其实它呢 就这种操作方式吧 可能在 管理后台上会用的更多一点 那在整个网站上呢如果说 我们的用户量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呢 也可以这么去做 当然如果量特别大的时候 那通常这个分页怎么去做呢 那 是从搜索引擎中取出来这样的数据 或者是呢 把我们的数据呢 从缓存中取出来 那两种啊 一种是分类 进来之后可能从缓存 或者是从搜索引擎中去取 那就不会呢直接去查数据库 但是返回的这个数据的结构呢 大同小异 都是类似于这种配证类造的 这种类型 当然那个里面不会有这个总数 比如说你在 淘宝啊或者是一些网站里面搜的时候 你翻 他不会永远不会告诉你大概有多少 条的这个 结果但是 这会返回多少页 比如淘宝可能是100页吧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呢 看一下Base my besties DAO 那在前面的内容呢 我们也介绍过 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DL的积累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详细的介绍了一下 我们会使用 积累里面的哪个方法 去实现我们的商品分类 以及详情页 这样的功能 接下来是什么 就是我们处理页面这一部分的功能 对于FreeMarker 以及FreeMarker的红 那比如说我们在页面上 如何去处理这个 分页 那去 循环便利 对吧 我们用了他的if list 等等 这样FreeMarker的一些功能 包括我们分页的一些红啊等等 都是 在这里面用到的 那我们商品分类的信息呢 是放在了Redis里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用了Redis的Client 就是JDIS 以及 我们自己的这个 操作的这样封装的一个类 去操作我们的Redis 来把这个数据取出来 包括 存进去 好 以上呢 就是关于商品分类 以及详情页 这一部分呢 我们 用到的一些技术的点 当然 业务功能上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那分类页呢就是 根据一个某一个分类机来去显示 然后 详情页呢 顶记某一个商品进去之后 看这个商品的详细信息 同时呢 在这里面呢 会有一些 比如加入购物车 收藏啊 立即购买呀等等 这样的链接 好 这是我们的业务功能 好 关于这一部分的回顾呢 就到这里 好 这样 一部分 来 我们下来 小小小小的 我们下来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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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分 一部分 前来 我们下来 再来 再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